这个亚太经和一体化的进程 希望能够加入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呢 我们最近呢 这个明镜呢 多次呢 谈到这个 这个叫做 怎么说呢 这个恒大 多次谈到恒大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也抽一点时间呢 我们也来谈一谈 这个恒大呢 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呢 应该从中呢 这个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 和教训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讲一讲呢 其实跟恒大有关 就是中国呢 怎么会走到今天 然后中国呢 到底是如何往前走 那就是习近平呢 最近呢 又在这个多次呢 讲到呢 要毫不动摇的坚持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灵感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啊 来来跟大家一块 这个度过今天的 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呢 这个 这是南华早报报道的 实际上呢 它是从这个 中国商务部网站上 看到的 这个消息 就是昨天 中国商业部部长 王文涛 向这个 这个叫做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就是CPTPP 这么一个组织呢 递交了申请 然后申请呢 是中国呢 要 这个正式要加入了 然后呢 现在啊 这个CPTPP 实际上呢 是在 这个 这个 应该是在 奥巴马时期 就已经呢 在开始进行谈判 然后呢 这个那个时候呢 还是美国在主导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跨太平洋的 这么一个 贸易伙伴的 这个协定 后来呢 在川普总统的时代呢 然后就退出了 实际上是2018年 就宣布正式退出 在这之后 这个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智利 新西兰 新加坡 文莱 马来西亚 越南 墨西哥 和秘鲁 总共呢 11个国家 他们又重新呢 谈判 然后呢 很快就签署了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在2018年的 12月30号 正式生效了 他呢 涵盖啊 是将近5亿人口 签署国呢 国内生产总值啊 总共呢 占世界的GDP的13% 也是很大 所以呢 这个呢 这回这个消息啊 说中国又要申请了 加入这个CPTPP了 这个呢 实际上是在 去年11月15号 中国呢 签署了 这个RCEP RCEP 是跟东盟 10个国家 和另外 包括新西兰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日本 和韩国 共同的15个国家 这个签署了一个协议 这叫RCEP 这个呢 是在围绕着 这个 东南亚地区的 这么样的一个 自由贸易协定 它呢 涵盖人口呢 比这个CPTPP 要大一倍 一倍多一点 而且呢 这个GDP啊 这个总量呢 也要大了一倍多 但是呢 那为什么现在中国呢 又准备要加入 这个CPTPP呢 这个据各方面的 这个消息看啊 就是说 中国呢 希望呢 能够抢位 他并不是 当然能够说 在通过申请了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以后能够更好地 促进中国的 对外出口 那当然是最好 最理想的 但如果不行 退而求其次 那就是呢 在这两个 目前来说是 最大的这个 这个区域的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上 这个具有 这个强大的否决权 说不行了以后呢 我呢 加入了以后呢 我就最后 如果你要是对我不好 或者呢 对我进行制裁 或者呢 包括说这个 其他的一些政治因素 那这个时候呢 我呢 就可以依靠 这个否决权 然后呢 对你在进行贸易上 进行这个闲置 所以呢 这个呢 据说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考量吧 但是目前来说啊 中国能不能加入 能不能成功 现在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我 从我个人来看 加入的可能性呢 是很大的 因为呢 这个毕竟中国 是有一个 拥有14亿人口 这个国际上呢 现在是第二大的 这个经济体 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周边的国家呢 还是希望 在这个中国 这个地方呢 做生意 能有一个自由的 一个市场 所以呢 这个呢 目前来说呢 是一个 对他来说呢 加入这个 CPTPP CPTPP 是一个 有利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呢 这个CPTPP呢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要求 就是他呢 比这个RCEP 这个更加呢 这个叫 进入的更加的 要求的这个标准 会更高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要求呢 就完全达到自由贸易 就是没有关税 他目标就是 在几年之内 要形成一个 百分之百 的没关税的 这么一个区域 这个呢 就是对中国来说 在中国过去啊 他都是 对很多的商品 都是有这种 保护性的关税的 所以要 如果要进行了一个 完全的 没有关税的 尤其是像农产品啊 还有一些初级的 这种工业品啊 对于他来说呢 这个要求呢 相对来说会高 所以呢 如何能够做到 这一点呢 还要看后续的谈判 和后续的这个 执行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这个余悦的这个 鸿沟呢 就是关于国有企业 大家知道啊 在中国呢 是在这几个国家当中呢 是唯一的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是叫共产党 领导的国家 而且是一党专制的国家 所以呢 国有企业呢 是异常强大 在竞争过程当中呢 会有很多的 包括国有这个企业的 这种补贴啊 它会有竞争优势 现在如果加入这个 CPTPP以后 这个国有企业的补贴呢 必须要拿掉 如果不拿掉 那你就没有资格 在这个CPTPP当中 成为成员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劳工权益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工会呢 这个对不保护 中国劳工的权益 它是保护这个 执政党的权益 所以呢 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这个呢 都是所谓的 高标准的这个要求 那中国能不能达到 现在呢 目前来说呢 是达不到 但是呢 它是不是为了要进入 可能呢就要做 这件事情啊 但是大家都记忆 尤其在当年 进入WTO的时候 中国已经有了 几十项承诺 结果呢 后来多数呢 都没有做 但是最后呢 它还继续在这个 WTO当中 这个而且呢 行使这个 在WTO当中呢 它要行使操作的权利 否决的权利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是使得周边的国家呢 记忆尤心 尤其是像上一次 这个签署了 这个RCEF之后 不到一周 中国就对另外一个 签署国 澳大利亚 进行了这个经济制裁 当然是改头换面的 这个经济制裁 那像把龙虾 他说我最后到港了以后呢 我没有人来帮你卸船 结果呢 龙虾呢 都死在这个船上了 所以呢 像这些呢 都是一些不好的 一些记录吧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在如何能够进入 那就是看后续呢 中国呢 如何做 所以呢 像现在的 这个本届轮值主席国 这个CPTPP的 轮值主席国 那是日本 日本政府呢 目前就已经表态了 他说呢 中国表态加入 CPTPP一事 这个呢 是中国呢 真的打算遵守 高水平的规则 将是 开展 谈判的前提条件 他说你是不是要真的遵守 你不遵守的话 就别谈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 日本的这个 这个 叫经济再生省的 这个大臣呢 就曾经说 说我们欢迎 欢迎各方参与 这个CPTPP 现在英国呢 已经准备加入了 他说 但是特别指出 中国必须好好地辨别 是否为遵守 自由公正的规则 要做好了准备 你要没做好 你别来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好 这个呢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一个呢 我们最近呢 看到了很多的 这个关于 这个中国